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是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放在这里的 怎么可能啦 也许设计师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吧 会不会是设计师想要清扫掉什么东西呢 狐狸妈的回答最接近答案哦 其实潮进公园以前是垃圾野埋场 后来改建成公园 打扫帚其实有扫除威胁海洋环境中的垃圾与污染的意义哦 究竟垃圾如何污染及破坏环境的呢 我知道 垃圾会传出臭味而造成空气污染 没错 垃圾经过细菌分解后会产生恶臭的有机气体 而且容易滋生蚊营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不仅如此 垃圾释放出的甲碗和二氧化碳更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素 我之前看过一张海鸟的照片 海鸟尸体的肚子中满满的塑胶垃圾 海龟还会把塑胶袋当水母吞下肚呢 这些垃圾停留在肠胃道内 无法被消化提供养分 如果生物吃下太多垃圾 消化到塞满垃圾就无法进食 只能活活饿死 那些被垃圾伤害的生物实在太可怜了 或仅如此 垃圾分解后的液体可能包含有毒物质 某些使用完毕的洗面乳空瓶还含有塑胶微粒 深入土壤或河川中更可能带来地下水污染 如果流入大海 有毒物质或塑胶微粒 会经由虾累积到鱼身上 大鱼吃了小鱼 塑胶微粒又到大鱼身上 大家都还记得老师教的生物放大作用吧 哇 我最爱吃鱼了 那我不就吃进很多的塑胶微粒了 没错 所以垃圾不仅影响动物们 也危害大家的健康啊 那是不是把垃圾都妥善处理就好了呢 目前有哪些处理方式呢 妥善处理垃圾确实可以有效降低垃圾污染 目前台湾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焚化和掩埋 焚化是指焚烧掉大部分的可燃烧的垃圾 以缩小垃圾的重量和体积 但是焚烧垃圾一定会造成空气污染吧 没错 焚化的方式会产生酸性气体 代奥性 空气悬浮微粒等污染物 而且垃圾经过焚化后 还是会有残渣流下来 这些垃圾残渣的毒性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焚化并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 看来焚化垃圾的方式 虽然处理了垃圾 却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那用掩埋法好了 掩埋是怎么进行的呢 人们会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 挖出壕沟并建立挡土墙和不透水层 再将垃圾运送到这个地点进行掩埋 大家每天都会制造那么多垃圾 全部掩埋应该需要非常大的土地吧 对啊 全台湾一年累积的垃圾 就有980万吨左右 而且如果挡土墙和不透水层不够牢固的话 垃圾剩出的脏水和有毒污质 更会流进土壤和地下水 造成另一种的水质污染哦 这两种方式都还是有可能造成污染呢 看来要保护好环境 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从源头减少垃圾量 可是到底要怎么减少垃圾呢 我们可以从五个原则做起 这些原则可以简化成五个英文单字 它们都是以R开头 所以被称为五R原则 分别是 refuse 具用 不使用无环保观念物品 reuse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容器和产品 reduce 减少 减少丢弃的垃圾 repair 维修 重视维修保养 和recycle 回收 将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 我们可以使用环保吸管和环保杯 拒绝店家提供的吸管和纸杯 这就是refuse 购物时 店家提供的提袋 都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是reuse 把穿不下的旧衣服裁剪过后 继续当抹布使用 可以减少丢弃的垃圾 这是reduce 家里的风扇坏了 我爸爸自己简单维修后 都还能继续使用 这是repair 垃圾如果有妥善分类 一般垃圾会被送去焚化炉或野埋场 其他各种可回收垃圾 因为处理方式不同 会被送到不同的回收场进行处理运用 这是recycle 所以适当的分类 才能让这些可回收资源被有效地利用 听完少数蛙的解说 大家都了解了垃圾的危害 和减少垃圾的重要性 大家一边继续散步 一边复习今天讨论的知识 1.垃圾对环境与生物的危害 包含 A.形成有机气体 造成空气污染 B.有毒物质渗出 造成水源土壤污染 C.垃圾本身 对生物造成的物理性伤害等 2.焚化与野埋 是现行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 3.焚化与野埋法 依然存在争议 如焚化会造成空气污染 野埋可能造成土壤与地下水污染 4.遍免垃圾污染最好的方式为 减少垃圾量 5.垃圾减量5而原则 Reduce 减少 Reuse 重复使用 Repair 维修 Refuse 聚用 Recycle 回收 我听说过海洋中的垃圾 多到要8万年才能回收清理完毕 所以有人开始尝试更加有效率的方式 荷兰的史莱特在19岁的时候就发明了海洋吸尘器 目标是用10年来清除42%的太平洋垃圾 这个发明还在不断改进中 说不定真的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重新拥有干净的海洋 哇 那真的很厉害 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出一些行动来降低垃圾污染呢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更多降低垃圾污染的好点子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